字幕提供 無可仿認 她是一個天生才能賺女人錢的人才 快點 是 快點 不要扮我 扮… 再來 Key, 我有夠力氣 我給你動力, 好嗎? 好… 你是以前尖東四條King之一的King 3 是我的, 不好意思 小姐, 你就不受力了 屍你迫及喊蛇刀, 帥媽 白玩吧 Heewee, 做得很快, 全都好 你喜歡這麼咬咬咬咬 很痛 吃一口吧, 吃一口吧 我們收拾人家來剪, 鴨有鴨可以 是否跳舞 完全不交識 我叫你把我跳舞 我起來 我起來很瘋了 我起來很瘋了 你給我一隻手 一、二… 有沒有不是胖子的客人呢 你再接一下, 你還要吵女兒嗎 你為甚麼這麼吵 你全都很年輕 你全都要去哪兒 你應該去哪兒 我沒想要去哪兒 真的要去哪兒 我還要去哪兒 我還要去哪兒 我會很會看見你 你, 我很會看見你 我會看見你 我會看見你 大家好 歡迎收看異想世界 我是張凱英 繼《金雞3》之後 鄒凱光推出新作《十二金鴨》 今天很高興邀請影評人Gordon 為我們分享 Gordon你好 哈囉 凱英你好 各位《異想世界》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Gordon 《十二金鴨》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其實《十二金鴨》很簡單來說 就是吳君如其實他在《金雞》的系列 一直以來都是講一個 港人不管面對什麼樣的逆境 都要自立自強的一個精神 那其實去年的《金雞3》 這個片名叫《金雞3》 因為他三個S發的是 複數的第三集的意思 那就是很多隻小雞這樣子 那其實他就是在香港 賣的非常好的成績 完全是去年的一個 大賣座的一個作品 甚至是第一名 四千多萬港元 已經很久沒有一個香港作品 有這樣的一個票房數字了 那他是想說趁趁追擊 那這次的故事的劇情 其實跟之前沒有差太多 只是《雞》換成鴨 《金雞4》 然後這次是十二金鴨 那妙點就在於說 吳君如飾演的還真的是個男人 當初以為他是噱頭故意弄了一個 像是去年《金雞4》一個暴乳裝 然後今年可能是假裝 可能有一段戲是要扮男人 但沒有他片中演的就是男人 然後他片中是演一個張進來 英文名叫做Future的一個男生 他從小就是那種蛇燦蓮花 讓女生就是招架不住 但是這一個Future歌呢 他碰到了一個敵手 就是陳妍夕 陳妍夕飾演的角色很關鍵喔 他飾演一個智障的女生 然後他一出場的時候就希望吳君如飾演這個Future歌 可以幫他達到他的高那種high的一個境界 所以就是說但是後來才發現 陳妍夕這個角色是個可以現在講嗎 太多哏了女騙子 他是一個女騙子 然後他其實是想要騙這個吳君如的一個情感的 然後他就假裝是智障的女生 但其實他是練他的錢 那吳君如覺得說天哪 從來我做鴨的一個路途中 都是我來欺騙女生 怎麼會有女生來欺騙我 他就大受打擊 然後飾演的這個牛郎 就到淪落到泰國的GoGoBar 然後變成了一個暴肥 然後自暴自棄的一個 沒有人去點你台的牛郎GoGoBoy 然後後來黃秋生飾演的這個盧老師 就是決定不能這樣子 一定要幫助他的這個徒弟 吳君如這個角色 就是重新做人 然後後來激勵了他向上之後 他回到了香港 找谷天樂飾演的這個健身教練 幫他重新鍛鍊他很fit的身材 然後再找陳怡迅這個理髮師 有點大舌頭的 然後幫他做一個改造的造型 然後吳君如就回到那個 梳個油頭 有一點點落腮糊的那個男生的樣子 就重新視察鴨潭 就在重新在香港做驚鴨這樣子 所以你看明擺著就是南版的經濟 是南版經濟啊 而且真的很像就是那種 大家就是啊我跌過島 我心裡面有一些的創傷 然後我有忘記不了的人 這個人傷我很深 我一輩子可能就是 埋在心裡面就是一個疙瘩跟梗在那邊 我覺得這部電影 他把吳君如的角色設計為叫做Future 就是告訴你說往前看 往前看 不要再往後面了 就Future嘛 往前走 什麼事情發生了 就是比較輕描淡寫的隨遇而安 其實他有這個意涵在裡頭 然後大家都知道 其實香港這幾年並不好過 很多事的發生 我相信他這一次是監製 又是自己主角 他刻意來做一個反串 因為他知道 其實在經濟的當中 大家已經知道 經濟完了差不多了 就算去年大收望場 但是我覺得經濟的發展有限 因為他完美的都在2002年底 2003年底 兩級經濟一二的一個 聖誕節檔期這兩部片 一跟二都是經典 然後第一集有期 當時你會想說 哇 吳君如 他演 他那個時候的歲數已經 先不要講他的歲數 他那個時候要橫跨25年的幅度 從一個16歲的少女 學生妹 慢慢辦到這個成年 可能40多歲 還有點發福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你那時候看經濟的時候 你就覺得哇 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他透過25年的光陰 很多的香港的事態的變遷 從70年代到2000年 然後很多的一些香港一些變遷 然後有一些低迷的時候 一一的經歷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看經濟 就覺得哇 非常打動 他用時代 從一個性工作者 阿金這個角色 然後慢慢看香港世代的變遷 然後你不管怎麼樣 你都要有一個草根的精神 就算你是一隻雞 你也要成為一隻經濟 你要非常的正面向上 我覺得其實他一直以來這一路 不管經濟經壓 他對我這個意涵在裡頭就是讓你開心 就算他是一個很卑微 是一個性工作者 賣弄歡笑 賣弄肉體的 但你都還是要自立自強 尤其是吳君汝 因為經濟還得到了最佳女主角對不對 當場就在現場 我還記得是2003年的 第40屆的金馬獎 那一年在台南舉行 吳君汝就穿了一個黃色的 就很像一隻金雞的一個扮相 頭髮的蓬蓬的 然後來參加典禮 然後那一年其實他打敗了 我記得他的對手是那個 陳湘琦老師 就是去年的金馬影后 還有陸一靜老師 然後還有林一誠 那一年也是同時角逐 然後那一年的最佳影片 吳間道 他是影后的得主 其實吳君汝 金雞對他來說是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個作品 除了洪心十三妹 古貨宅情一篇那一部 他扮十三妹之外 在香港得了三座影后獎 金雞對他來說 金馬獎他入圍那麼多次 洪心十三妹 他那一年金馬碰到了 李小璐的天玉 然後他在有一次四面下蛙的時候 又碰到了消防幫的虎渡門 其實他一直都入圍了第三次 終於因為金雞才得到 所以我相信金雞對吳君汝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尤其他終於拿到他 夢寐以求的一個金馬獎 其實金馬獎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獎項 金雞那個時候 其實看到他的角色的時候 會有點嚇一跳 他可以橫跨這麼多幅度 就像剛剛說的 從十幾歲的少女演到四十多歲 他還未夕增肥 然後他在得獎的時候 也非常謝謝導演 我記得那時候是趙梁俊導演的第一集 他說很謝謝他 因為他在拍片的過程當中 因為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忍不住這樣發脾氣 就是謝謝他的陪伴這樣子 我相信他很在意這個角色 那個時候二零零年 當然離八零年代吳君汝 已經很久了 但你在金雞裡頭 你又可以看到 這個造型不是在我八零年代 看吳君汝的作品 就看顧他的造型嗎 其實金雞很精彩的地方 除了他是故事的很多的轉折 香港世代的變遷 還有吳君汝的各種造型的扮相 以及他可以很喜劇的時候 很開心 阿金努力 阿金有飯吃 然後還在床上又叫又跳的 然後也可以有那種 因為他懷了孕 但是他又是一個性工作者 他沒有辦法好好照顧他 他就假裝栽贓給一個黃日華 這是一個很好的那個嫖客 但是黃日華其實是一個不孕的 但是他也願意幫助阿金 吳君汝這個角色 幫他養大小孩子 然後其實吳君汝在經濟一的時候 他完全都跟他的骨肉 沒有見到面 只有生產出來 看了一下嬰兒的 牆包中的嬰兒 之後就被送走了 就是母子就是完全分離的狀況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吳君汝其實在那部戲當中 悲喜交加 悲也好 喜也好 演得真的是無話可說 我覺得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是 他在片中跟男生跟女生 都有曖昧 他的曖昧對象 當你看吳君汝跟陳妍希 在那邊親密動作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 你好像在看女童心的電影的感覺 因為你明明知道吳君汝就是女生 但奇妙的是 他扮的是男生的樣子 他跟謝霆鋒曖昧的時候 我一度又覺得錯覺說 是男童心念電影嗎 就是有這種趣味點 不管是雞還是鴨 都是從就是香港的底層的人物的故事 帶出了整個香港集體大環境的歷史 就所謂的小人物自強不喜 大家都有香港精神 沒錯 那剛剛都已經講到吳君汝 這麼精湛的演技了 所以幫我們說一下他這次阿金跟Future哥的對比 好不好 其實說認真的 我在看池而驚訝的過程當中 我真的有點不舒服 我的不舒服的題 應該這樣說 你知道吳君汝他片中 不是有一段淪落到泰國GoGoBar 然後就是報肥嗎 報肥你以為說他裝個像劉德華 在瘦身男女的假肚男就好了 沒有 他是赤裸上身 穿了一條內褲 然後裡面弄一點小雞兔 因為要扮男生嘛 然後這樣就算囉 他的 因為他弄的那個是矽膠的假的胸肌 跟假的腹肌 就是假的肚皮 然後你就看到吳君汝就穿著內褲 跟一個披風在那邊扭動 你當時他會覺得 以前80年代看吳君汝的那種 搞笑喜劇 誇張喜劇的那種感覺回來了 然後想說他怎麼可以那麼敬業的 扮一個男人 然後那個動作 我真的就是非常打男人 非常精神 非常男人的樣子 我就覺得哇 Amazing 然後其實我看他扮男生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其實看他中性的扮相 有哪幾部片呢 來聊一聊 像是徐昂華大英的德仙炒飯 再早一點有這個 古惑仔情一篇 紅心十三妹 他的十三妹 得到很多影后講座的一個作品 也是一個中性扮相 還再早一點 還有個四個好四的女人 他有一段落 也是辦一個很man的一個 後來跟一個男生 叫陳國邦吧 做過之後 然後就變成一個女生 這樣子 連他演那個武侠七公主 天劍絕刀 古裝片 他都可以辦一個中性扮相 那時候我們就知道 吳君汝是可以 一男一女的 就覺得他辦男生 其實還蠻帥的 然後這一次他的造型 就弄得由頭有點胡渣 很多時候我看他的樣子 有點像古天樂的感覺 然後在片中 其實我一度想說 我在看前面二十分鐘 就覺得 也許吳君汝這次有機會喔 也許他可以以一個 不知道抱男主角或女主角身份 來繳出影帝或影后 因為他前面有一些戲 真的演得挺動人的 尤其他在泰國 那個時候 他的師父就 黃求生不願意看到 這樣的墮落 就說 欸 你要重振雄風啊 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傷心戲 那些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呢 我必須要老實地說 驚訝 他其實前二十分鐘 一度有讓我感覺 看到當年經濟一的感動 但是後面很快地 又被一些 很多很多的大明星 客串的人物啊 瓜分掉了 他會變成一個片段式的 一個故事 你就會沒有辦法做出一個 哇 流暢的一個 不氣呵成的 因為你說以前的經濟 只是一個一個恩客恩客的出現 就是嫖客 很多的南明星客串 但他都有一個主要的脈絡 但是經濟我坦白說 就沒有了 真的是話中取從 但這一次 其實後面雖然有一點偏調了 又開始有點鬆散了 但是我必須要加獎的就是 我覺得十二金鴨比起金雞死 好一點的地方是 他起碼有一個故事的架構 是清楚的 然後金鴨無君無半男生 是新鮮感的 然後新鮮感之餘呢 我覺得他 他就是可以串出來一個脈絡 我覺得會比起金雞死 有稍微進步一點的地方在這邊 那我們剛剛講了女主角的部分 現在講男主角 就剛剛Gordon說 就是很多的巨星都有出現 除了香港的一線男星 還有中國大陸的K-POP的 小鮮肉陸函 然後還找了我們台灣的 彭雲燕錄製的彩蛋 是一個Marvel的概念 可不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 對 我很意外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香港為什麼十二金鴨 一下要出一個這樣正常版 另外一個是家常版 然後家常版 家常誰啊 彭雲燕啊 好 那我一看就是看家常版 我想說 那我覺得你如果喜歡彭雲燕的話 你可以去看啦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幸運的也是 我們比香港晚上 因為我們直接推出的就是 家常版 所以你就不會有那種 到底家常版彭雲燕會演什麼 我告訴你 他沒有演什麼 他就是在結尾出現 然後 但我不要跟你講太多細節 他並沒有被融入在 驚訝裡頭的劇情 他也不是半壓 然後他出來 做什麼事情 我先不說好了 賣個關子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他這一次標榜著一個 家常版 並沒有帶來太多的驚喜 這很老實說的 是 陸函的戲 也沒有帶來很多的驚喜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陸函 或是彭雲燕的粉絲 你可以一看 像我坦白說 除了陸函跟彭雲燕之外 我覺得這部片有一個亮點 就是謝霆峰 我沒有想到 謝霆峰在片中演Gay 然後 你知道 看吳俊如演男生 很微妙的是 他在片中跟男生 跟女生都有曖昧 他的曖昧對象 你當 當你看吳俊如跟陳妍希 在那邊親密動作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 你好像在看女童心念電影的感覺 因為你明明知道吳俊如是女生 但奇妙的是 他扮的是男生的樣子 他跟謝霆峰曖昧的時候 我一度又覺得錯覺說 是男童心念電影嗎 就是有這種趣味點 陳妍希有亮點 然後謝霆峰有亮點 這部片看完 我覺得謝霆峰是最大亮點 然後他片中演一個 就是國中初中時期 高中時期就默默的暗戀 就是張靖來 Future跟吳俊如這個角色 然後偷偷攝影拍他 他的角色定位 跟經濟一的胡君很像 那個身份的對照 然後經濟二裡面 大家應該記得有個SARS的 口罩醫生 就是黎明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要把十二金鴨的謝霆峰 你可以比例為 就是經濟一的胡君 經濟二的黎明 都有一樣的亮點的效果 有內部試片結束之後 有一個女生就說 看完這部片的謝霆峰 以後每一部的謝霆峰 我都要準時鎖定 因為謝霆峰實在在十二金鴨裡面 太迷人了 他做的事情 對吳俊如的付出也非常令人感動 你看到忽然間李若彤跟 吳天樂重劇 看到了過去的自己 然後還在健身房相遇 然後還上演了一個 類似神雕下旅的戲碼 那個時候你會覺得 哇 好感動喔 這就是這一次帶來的很多的驚喜 然後很像吳俊如的一個 大型的party 就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然後這部片當中 有很多很多的大明星喔 劉桐華沒有出現了 有趙薇 趙薇克串的一個 有跳舞這樣子 然後還有谷天樂啦 不用說 谷天樂一定就是非常力挺 吳俊如因為好朋友嘛 然後片中還有很多很多 梁洛詩 其實梁洛詩這一次付出要拍這個 已經要推出張姐 張艾佳導演的念念 令人很期待 然後你就看她說 這一次在十二星亞裡頭 有做一個客串的動作 梁洛詩的戲感 還是非常非常好耶 儘管她在片中 幾乎是不說話的 好像也沒有說話 但是她那個神情 跟那個儀態 你會覺得梁洛詩 現在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她是一個經過的歲月 或是說經歷一些事情的 發生之後 她更多戲了 她的戲感更加的強烈 對 你就會覺得好好看喔 梁洛詩的戲 然後其他任達華 達拉哥啊 黃秋生啊 還有榮祖兒啊 特別是王婉芝 我覺得要特別一提喔 王婉芝之前跟俊如姐合作 金基斯 讓她入圍了金像獎的 女配角跟新人 那我覺得她在這部片當中的演出 比金基斯更好 更好 怎麼說呢 因為她片中是演一個泰國的女生 因為Future哥 她回來要重振雄風嘛 她回到香港 就去了一家 由盧燕介紹的一個店 就是要他們去學習見習 她就進到那家店裡頭 王婉芝跟黃瑋文 就是是演一隊在那家店的老闆 像打扮的像是泰國的國王 跟皇后的感覺 是是是 然後王婉芝出來的時候 她就講了一口非常流利的泰文 啊 這種感覺 哇 王婉芝真的好放得開 難怪當初楊千華那一部 春椒與致民 致民春椒 其實聽說彭浩翔的第一首選的 春椒那角色就是王婉芝喔 你看她錯過了春椒那麼紅的系列 其實在金基斯 然後再到十二金鴨 其實她的演技的細胞 完全打開了 她演的這個泰國的 這個像是皇后的感覺 那個儀泰啊 那個講話方式 你就是感覺她就是一個泰國人 很棒 像除了王婉芝之外 我也看到了一個非常亮的亮點 去年閨蜜大家有看 在臺灣快賣了破億的票房 家機喔 非常厲害 裡面有一個就是薛凱琪 菲娜 其實菲娜這一次 在十二金鴨裡頭 她是演一個很不開心的上班族 然後整天被老闆罵 所以她就拿了老闆平常跟她的對話給那個鴨 那個鴨叫做江浩文 也是一個非常棒 為了這部片瘦身的一個男演員 然後就是請她跟她演一段對白 然後最後薛凱琪要打那個江浩文 因為她發洩 就老闆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這部片裡頭有很多很不開心的女生 有很不開心的恩客 她們都是有各種理由去壓電循環 所以我覺得 呃裡頭就是 這些金鴨就努力的讓女生開心 那我覺得 相信她也可以渲染到一些觀眾 讓她覺得說 啊 紓壓了一個感覺 那另外我就覺得陳奕迅飾演的這個大舌頭的一個理髮師 她跟 胡俊如的互動真的是還蠻親密的 就互相摸對方的 然後 呃 你就可以看到還有一段是陳奕迅幫吳俊如剪 不是頭髮喔 你知道剪其他地方的毛髮 我想說哇 這個鏡頭 這個鏡位 我覺得他們兩個演來不會尷尬嗎 果然吳俊如說 他真的是換鐵 有今生沒來世的好兄弟 就是吳俊如跟陳奕迅 因為真的是整個是情意相挺到底的 一直以來 這些大明星呢 都不是說很多的片酬的 甚至不收片酬的 只有都是吳俊如包了紅包給他們 但我相信紅包金額也不少 因為他們真的是為了吳俊如真的是 啊 奉獻太多 然後在螢幕上也有一些新的亮點跟火花 讓觀眾會覺得 嗯 新鮮感會刺激 不管他們的戲 好 會怎麼樣 但是你如果喜歡這個演員 你會 萬一看他出現 你就覺得哇好興奮 就像我自己看到了古天樂跟李若彤 你知道竟然有一個神雕俠侶的再相逢 哇神雕俠侶是小弟 大概初中時期的一個回憶耶 那時候古天樂在台灣才剛紅 剛剛開始 對 剛開始 然後你就覺得哇 你看到忽然間李若彤跟古天樂重聚 看到了過去的自己 然後還在健身房相遇 然後還上演了一個類似神雕俠侶的戲碼 那個時候你會覺得哇好感動喔 這就是這一次帶來的很多的驚喜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大明星很久不見 換間出現 很高興 很像吳俊宇的一個大型的party 就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然後這一次的說故事的一些東西 又是有比起經濟時會更加的言之有物 所以十二驚訝適合什麼樣的觀眾看呢 你最推薦他的地方在哪 如果十二驚訝我要推薦的話 我會覺得看明星囉 看吳俊宇扮男生囉 然後我覺得他是一個 讓你覺得 就像他電影所說的 不管什麼逆境 你就以笑去面對 隨意而安 非常正面的一個角色 是一個很正面 但是裡面的一些過程 一些畫面又真的還蠻青澀的 所以輔導集以上吧 因為他裡面就是 不是說他姓工作者 就一定要列輔導集 而是他裡面有一些的 比較而同不宜 對啊 就是覺得好像還是要管一下那個技術這樣子 是 蠻有意思的啦 很有意思的一個片子 對對對 今天非常感謝Gordon幫我們介紹十二驚訝 謝謝Gordo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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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